最近德国一家杂志社将纳粹时期的报纸收集起来作为特刊节级出版 这种做法引起了争议 尤其是遭到了曾经饱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社团的反对 这种已经发行两期的特刊名为报纸作证 每一期由三到四份1933年到1945年间的报纸复印件组成 这些报纸包括信公人民观察等都被认为是纳粹宣传的主流报纸 另外特刊上还附加了一些当代专家的相关分析和评论 据介绍报纸作证本月初发行了第一期 在几天内就销售一空 购买者大都是年轻人 22号又发行了第二期 据报纸作证的主编桑德拉介绍 特刊不仅有各类新闻 而且还有分类广告 可以说向当代人展示纳粹时期的众生向 不过由于担心新纳粹主义会因此而蠢蠢欲动 犹太人团体对这些特刊予以抨击 但你可能不是硬发信是否认为 这一样的特刊 这一样的主规则是在良荣装上期的声音 在一个人工历率上的意识 这些人是相关的一样图 我们有更好的解决 我不认为这些设计是否计算是否认为 这种旅行的练习生 是否认为这种相关的同样 这些同样的状况 这些方式是什么样的 不然而是装置的 不然是静下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